回到宿舍不能夠 也沒有電話 沒有手機 幾個月都沒有手機 她一個禮拜只有一天 假日的時候會給個手機 那時候是 但是我後來出道的時候是 三四年完全沒有手機的 我們想要吃一些 就是好吃的東西的話 我們就是半夜 趁經紀人睡著的時候 偷偷跑出去嗎 對 因為宿舍前面還會有 然後我們就會拔監視器的 開關 要做到這樣 好像在越獄 真的是不戀愛 不能戀愛 荒唐的禁令規定 根本就好像在被關 跟監獄一樣 監獄 禁愛令 來 靖怡 長這麼漂亮的女生 叫人不要交男朋友 對啊 怎麼受得了 怎麼受得了 男生喜歡你 搞固童也不允許 對啊 女生也有搞固童 男女 男女都分開嘛 然後說話 肯定也是不能聊天的 不能聊天 對啊 不能聊天 不能跟男生說話 對 我們連對 對視都不能對視 他回到宿舍不能夠 也沒有電話 沒有手機 不行 幾個月都沒有手機 他一個禮拜只有一天 假日的時候會給個手機 我記得 那時候是 但是我後來出道的時候是 三 四年完全沒有手機的 蛤 那 什麼 然後外出也是不行的 對 那也不能拿起來 玩個象棋都不行 對 你的重點怎麼是這個 我都玩象棋 象棋不行 吳子棋可能 你都無法跟外界聯絡 不行 不可能 即使出道也沒有手機 我們公司那時候非常嚴格 太可怕了 這真的像在坐牢 坐牢還有牢飯 我們只能吃沙拉 他也沙拉 真的都一樣 都是吃沙拉 對 而且經紀人 我們和三個經紀人一起住 然後24小時都跟我們在一起 監控著 他們自己呢 吃得很好 非常好 就特別好 然後一直監控你們 24小時 對 然後我們就是沙拉 雞蛋 香蕉 蘋果 然後我現在看到蘋果 我都不想吃了 真的是不想吃 扣茶都吃完了 對 所以我們想要吃一些 就是好吃的東西的話 我們就是半夜 趁經紀人睡著的時候 蛤 偷偷跑出去嗎 對 因為宿舍前面 還會有監視器 蛤 然後我們就會拔監視器的開關 所以要做到這樣 我現在在夜遇 真的是夜遇 真的 我們練習生們 都會做這個事情 甚至拿東西擋著那個攝像 對 因為公司的人 會看監視器 然後就會拔起來 但是你拔起來的時候 它會嗶 嗶 嗶三聲 然後就會拔起來 對 那三聲很重要 對 然後馬上跑出去 然後出去買東西 之後再回來 然後可能躲進去房間 然後一起吃 偷吃 特別好吃 我們在國外表演的時候也是 然後我們會去酒店 就是去飯店之前 我們會先觀察路況 哪邊有便利商店 好可憐 還以為出道就已經 就是可以接觸人群了 真的要哭了 我們就會看 好可憐 要怎麼走 然後怎麼走會比較近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是 我非常趕 非常趕著出去 然後跑回來的時候 我在門口跌倒了 那時候是 破甲 然後膝蓋流血了 但是我隔天還要表演 對 怎麼辦 然後我前一天明明沒有傷 那服裝師姐姐她就問我說 奇怪你怎麼突然有傷了 我總不可能說我去便利商店 偷買東西 不是買到膝蓋流血 然後我就說 沒有 我就是在走廊跟成員們偷玩 然後不小心跌倒了這樣子 稍微騙一下這樣 騙一下 太不自由了 日子怎麼過咧 那小朋友還一直覺得說 當韓星那種在台上跳舞 多好 多帥 這個多可憐 剛剛聽到這裡 我有小孩要去當練習生什麼 已經是NO了 不可能 你的人生不一定要走這一條路 太辛苦了 除非你真的忍得過這一切 台灣能有幾個周子余呢 對不對 好 來 皓文 就是我們那個時候 真的是不能用手機 所以我們都會偷偷用iPad iPad偷偷輸入就是 因為iPad其實可以跟你的 蘋果的手機 就是綁定那個FaceTime 對 然後我們都會偷偷的 使用FaceTime 然後躲在發音室裡面 偷偷跟家人或朋友講電話 OK喔 對 然後這邊我想偷抱一個 料是敬意的 就是他那時候 我們兩個就是 那時候他在別間公司 我也在別間公司 然後我們下班的時候想說 出來吃個宵夜 但是他沒有手機 對 然後好笑的來人記住 因為我偷跑出去我沒有手機嘛 然後我就去了便利 我隨便到了一家便利商店 我就問那個打工的人 但他是外國人 然後我就說 可以借我一下你的手機嗎 然後他就借了我 我說因為我沒有手機 我需要聯繫朋友 他就給我了他的手機 我就看 奇怪 現在這個時代怎麼沒有Instagram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可以下載一下Instagram嗎 他沒有IG 對 因為他要透過Instagram跟我聯絡 對啊 因為沒有號碼 沒有手機 所以就只能用IG 所以那個人也很好 他也幫你下載 對 他還幫我下載 那他人很好 對 這個叫設置頭上一把刀 沒錯 對 對 後來他說 OK 這好朋友 後來我想說 你沒有手機 你怎麼找到我的 後來就找到了 跟路人借的 我想聽到也是滿 shock的 人滿好的 這個太難了 非常感謝他 而且其實公司不只我們用社群軟體 為什麼 IG那種Facebook都不讓我們使用 就直接散掉 不能亂發文對不對 就是絕對不能用 抓到就是會被懲罰 甚至是退團 對 都退團 真的嚴重 就直接把你全反對 所以我們都會偷偷的下載 然後把它縮小在方塊的 第三頁之類的 對 然後 用完就趕快把它刪掉 對